大家好,我是小草 今天终于下雨了,气温也下降了好几度 今天气温只有16度,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下雨天也忍不住来菜园逛一圈 顺便看有什么可以采摘的菜,摘点回家 前天刚吃完肥的沃笋,今天下了一场雨 刚好两份全部都吸收了 今天的沃笋看起来更粗壮了 一栽的白萝卜也长大了不少 这是我种的香菜,密密麻麻的,长势特别好 这段时间长大了好多,可以拔来吃了 香菜有些人不爱闻它的味道 我觉得冬天烫火锅还是不错的 铜蒿已经采收过好几次了 现在又长得蛮大了,今天就摘点铜蒿回去 我们摘铜蒿的时候,一定要保持铜蒿留有两个叶片,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摘得太下,铜蒿经感没有了叶片,多段时间铜蒿就会殃死 经过雨水滋润过的铜蒿,长得更鲜嫩了 这次是第四次采收铜蒿了,冬天种点铜蒿还是蛮不错的,可以反复采收 我种的这种小叶铜蒿,可以一次性采收,也可以反复采收,摘完顶端的铜蒿,旁边侧枝又会发出新的嫩芽 铜蒿是叶菜类蔬菜,起蛋肥,如果是晴天炸完一茶,最好试一次肥 那样铜蒿才能有足够的养分,长下一茶 如果是下雨天就不要试了,缓一缓,等天晴了再试 这样做的话,一个冬天都有铜蒿吃 小葱也顺便拔点 晚上的青菜就够了,清炒铜蒿 顺便看一下我的蘑菇长得怎样 下了一场雨,蘑菇两个俊包都出锢了,过几天有蘑菇吃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,下期再见啦